房屋署建议清拆有40多年纽龄的松屋村 5000户超过13000个居民 最快一批会在两年后迁出 下星期交给房委会策划小组讨论 由我用美报道 现时还有5000户 13000多人住在松屋村 房屋署会分两期搬迁居民 其中10座包括六楼楼 兼蓝楼这些楼屋状况较差的10座楼 08年11月前 所有居民会获得安折 剩下的六座 2011年8月居民都会全部迁出 房处消息强调 松屋村的结构安全 不过楼宇老化 普遍有钢筋瘦食 好像住在石竹楼的潘先生 骑楼石屎剥落严重 见到钢筋 他希望尽快搬同园区安折 搬回园州村区 就是近距离 遮又到地铁又到 房处的检查报告指 部分楼宇的走廊 单位露台原备式设计 也有钢筋外路 部分甚至偏离原来的位置 房处做过研究 如果要将松屋村的寿命延长多15年 就必需要做一些大型和复杂的维修 费用要2亿5千万 他们认为不符合成本效益 决定全村清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